《混零时间》 圣母与罗宁总管 他的创作者是15世纪 声名显赫的北方文艺复兴艺术家 凡艾克 他常被认为是欧洲绘画史上 最早运用油画颜料的画家 在他使用油画颜料的时候 意大利许多画家还在画淡彩画 或者是诗笔画呢 这幅画创作于1434年 现在保存在巴黎卢浮宫博物馆 这幅画创作呢 是受伯耿蒂公国位高权重的总管 罗宁的委托 他要求画家把自己画在圣母与圣婴面前 虽然双手做出敬拜的姿势 但已经有了与神脾气脾作的意味 我们来欣赏整幅画上 所散发出来的精细写实的光芒 观众的视线与画家的技巧 聚焦于最微小的细节 以及画中景色所呈现的那种真实的美 这种美具体而又自然 平凡而又神圣 下一集我们到郊外去散散步 婚礼时间 法国巴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